接着我们示范如何协助长辈从床铺移位到轮椅上 这个部分我们是适用于长辈下肢可以稍微沉重 双脚可以稍微支撑体重 也可以自己坐得稳的长辈 首先我们也是将轮椅推到床铺旁边 确认床的高度以及轮椅的高度大约齐平 固定好轮椅的刹车 预防轮椅在转移位的过程中移动 收起轮椅的扶手 并将轮椅脚踏板向上或向外掀起 此时我们用口头方式引导长辈慢慢地做出床圆 接着我们将轮椅挪进长辈将转移位的距离缩到最短 请长辈靠近轮椅的那只手向前扶到轮椅的扶手 照顾者协助将长辈的裤头抓紧 我们的移位距离也是采用两点之间最短的直线距离 协助长辈的屁股骨盆直接从床部上水平的横移到轮椅的座面上 我们跟长辈说 一二三 靠着照顾者的协助以及长辈的手部支撑 就可以轻松完成床铺以及轮椅之间的转移位 并确认好双腿的踏板以及扶手的摆位都完成后 就达到了转移位的功能